第3世多解羌佛办公室 第27号公告 针对佛教徒们来信询问 第3世多解羌佛是否认证过金刚菩萨 空行母和护法圣转世的人 第3世多解羌佛办公室打护如假 第3世多解羌佛在这世界上 从未认证过某某人是金刚菩萨或空行母 护法圣 若要得到认证 除非这个人是经过西师实证考试 执政的中地道师之 并生通般若 当然已经有这样的中地道大圣德 但是至今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人得到过 第3世多解羌佛签名的认证书 第3世多解羌佛说 我只觉得我是一个惨愧者 与众生平等 有什么资格去认证他人 但我不能不管众生的死活 把外行认产内行 把凡夫认产圣者 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散发他 他自己的文稿或读录 给文法行人作为教材 除非他是中地道师之 就是中地道断章取语了 也会有少许错误的地方 若非中地道师之 无论行文者真是什么大菩萨身份出现 于文中一律都是有大量错误的写见 凡听文领受阅读的那一位当事人 第一次犯者可立刻停止 并深刻忏悔环境戒体 第二次继续犯者 则终身不授予进行灌顶 唯一只能听文完整没有删减的 第3世多解羌佛法音 在外面打着第3世多解羌佛招牌的 各类人士太多 为了让文法行人有机会得到正确的答案 对重大事情请直接来信给办公室询问 dcp3office小老鼠gmail.com 或 hhdcp3office小老鼠gmail.com 或 hhdcp3office小老鼠gmail.com 但字数不能超过60个字 否则一律不予受理 因为我们办公室是全世界最穷的非引力机构 4年了才募集到1300多元美金 请不起工作人员为大量的来寻者做回答 请谅解 第3世多解羌佛办公室 2012年5月11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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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